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最近有一个新节目 跟大师和郭博士合作的那些年 这个节目精彩可期 大家可以留意 今天我要说 现在香港的公务员 要和大陆的公务员看齊 就要学习中国共产党 第十九届全国代表大会 要学习他的精神 今次的中共十九大最伟大的精神是什么呢 就是将最伟大的领袖 习近平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列入党章 所有中国大陆 所有中国大陆 无论是省或自治区 所有的院级地方 所有的干部 党支部的书记 都要动员党员或政府机构的人 学习这个十九大的精神 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想不到杀到来香港 现在就说特区政府邀请 一些学者也好 什么都好 那些共产党的宣港的人 来香港就帮公务员宣港十九大的精神 大家就要好好学习了 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 包括《中英联合声明》 《基本法》也好 都很清楚告诉大家 河水不凡井水 井水不凡河水 一国两制是这样的 现在解读成为 中央有全面管治权 特区有高度自治权 全面管治权 授予你高度自治 全面管治权 高度自治 有机结合 这些全部《基本法》没有 《中英联合声明》都没有 中联办法律部长 清华大学的法律学院教授 王振文最近在《基本法》研讨会里批评香港 你经常有人攻击万骂中国共产党 攻击中央政府 邓小平 说得很清楚 九七之后可以骂共产党 共产党是骂不到的 这次李飞来香港 教育局又要动员几十家学校的学生 坐在礼堂 听她说十九大精神 现在的公务员 又要听大陆的人来香港宣讲十九大精神 那现在香港究竟是变了什么呢 不如林郑月娥加入中国共产党 给她做中华人民共和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 中国共产党支部的书记 不如做党支书 公务员应该不是政治中立 公务员老实说 你叫她学习十九大精神 真好笑 第一她没有基础知识 十九大精神其实很简单 几个字就说完 就是习近平做皇帝千秋万世 一人独裁 这个就是十九大精神 那你学这些十九大精神 跟我们在香港 这个特区 特别行政区里面的公务员 做好她的工作 廉洁奉工 尽忠职守 为香港市民服务 有什么关系呢 请问 如果你说到十九大 那个党章改了 改到怎样呢 在十二大 或者邓小平当时有份推动的 要党政分家 那个思想就是 在中共十二大的时候 邓小平去推动的 那个党章里面 就是管党 党政要分开 那个都删除了 是不是呢 那当时 在上一个世纪的八十年代 特别是八十年代初 可以说是 中国大陆有史以来 最开明的年代 就是胡耀邦做总书记 赵紫阳做总理的时代 也是中英前途 谈判联合签署联合声明 那个时代 那个思想相对 比现在开放自由很多 后来就因为太自由 反资产阶级自由化 把胡耀帮下台 当时中共十二大的党章 就是根据 上一世纪八十年代 邓小平 就是觉得这个中国 那个政治体制的改革 那个核心呢 就是要解决过去党政不分 以党代政 或者以党领政的 这些问题 是不是 于是就要把党政分开 是吧 党政分开的意思很简单 就是党和正的职能分开 是吧 大家都知道 现在全部都是以党领政 十二大的党章 其中一段是这么说的 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 党必须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做好党的组织工作和宣传教育工作 发挥全党党在一切工作和社会生活上先锋无法作用 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这个就是十二大的党章 很清楚的 即是 就算去到2012年 十八大也好 那个党章仍然保留 这一句 所谓党的领导主要在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 这一句仍然保留 但是到了十九大就不是了 除了把习近平新时代 除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句 写入党章之外 令到习近平和毛泽东的历史地位齐坚之外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 删除了党政分开的精神 然后加入了什么呢 党政均文学 东西南北中 但是领导一切的 党政专免处 东西南北中 但是领导一切的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在那个性质来说 党政军文学 即是包括共产党 政府机构 是不是 军人 民众 学术界 包括教育 东西南北中 全国任何地方 但说领导一切 党是领导一切的 党是领导一切的 而党的核心是习近平 习近平要做 比毛泽东更独裁的 那这些 你来宣讲的人 会不会说这些东西呢 程文 一定是强调十九大精神 那你不用说这样 一定要强调 但是领导一切的 但是邓小平 就是在十二大的时候 那个党将是要党政分开 是吧 党就是 主要是政治 思想 和组织的领导 就不是弹说领导一切的 老实说 你和香港的公务员 AO 是吧 你去说 这个十九大的精神 那你又不说之前 十八大 十七大 十六大 十五大 十三大 十二大 是吧 和香港所谓 港人治港一国两制 是怎样来的呢 是吧 为什么邓小平说 九七年后可以骂共产党 香港人可以骂共产党 共产党是骂不到的 但今时今日 你王振民也好 李飞也好 来香港 告诉香港人 你要接受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的事实 王振民说 香港有人谩骂 这个中国共产党 这个是香港的特色 批评共产党 甚至反共 这个就是一国两制的特色 现在就告诉大家 这个特色将来就变成历史 接着你哪个骂共产党呢 23条立法之后 所有这些批评共产党的人 就以言入罪 在23条里面 就可以说你煽动颠覆中央人民政府 那你就要坐牢了 如果这样的话 那就没有一国两制了 是不是 港人治港就收工了 那你就不如一国一制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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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